第九十一集 若芳 孫偉早就对假梦柯有意见 他很清楚记得在自助餐厅那一晚 假梦柯令到他没面子 他还想着应该如何出这口气 这一刻就好了 假梦柯居然自己找上门 并且这么囂张 不给他颜色看恐怕就不行了 孙偉越想越生气 十一声就站起身 纳膏衣袖又准备撲向假梦柯 就在这个时候 余懒懒就跑了过来 哎呀 孙公子 这个是唐族的救命恩人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客人 孙偉就有点呆住了 就好像老木似的站在原地 救命恩人 他做了什么 孙偉就问了 他有一个药方 可以医唐小姐的病 唐总现在已经去执药了 这一刻呢 孙偉就好像五雷轰顶 面色一片惨白 语无伦次地说 快点打电话给唐总 叫他回来 这个滚油 他是生亚气贸的人 他是大神的人 什么 究竟是这样 余懒懒非常之惊讶 他细思极恐地看着假梦阿 毫不犹豫 立即打电话给唐强华 并且就说出了实情 唐总 你快点回来 大件事 孙偉的面上 写满了得意 因为他撕下了假梦阿的假面具 假梦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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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糟糕了 这一铺 不是只我要整理了 我外府 都不可能放过你 假梦阿 根本就没有理他 从头到尾 他一言不发 就坐在椅子上 木空一切 果不其然 十分钟之后 走廊就传来急速的脚步声 下一秒 唐强华 就退开了办公室的门 指着假梦阿的鼻子 就大闹了 你这个人 怎可以这样的 哪个稀罕你这些烂鬼药方 一着说 一着就把药方的那张纸 就撕成粉碎 一下子就掉了垃圾桶 新亚气贸和华文气贸的关系 向来不好 这个就不是什么大秘密 因为宣伟和夏臣的名则暗斗 而唐强华就是帮宣伟 夏臣又不是傻的 所以他肯定看得出 只是毫无办法 而现在假梦阿的行为 无非就是夏臣派过来的 就想逼迫害她的女儿的名字 协天子 以令诸侯 想到这里 唐强华就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立刻拨然大怒 回去告诉你们夏臣 不要在我面前 玩完这些鬼把气 否则我扶着他走 他现在可以坐到这个位置 假梦阿就有点哭笑不得 因为他实在不清楚 唐强华为什么会把他和夏臣 联合在一起 这个简直就是避害妄想症 看见唐强华发怒 孙伟就很高兴了 老爸 这件事就交给我 我等会叫几个保安 让你个人一手放出去 随便你 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我等会去找夏臣 折了他的職 把新亚气贸也合并给你 听到这里 孙伟就很高兴了 他特意地看着假梦阿 如果我没有猜错 楼下那堆奔礼 肯定是你开过来的 反正你们新亚气贸 都要快倒闭 都要收购 也都没必要 开这种限量版 我帮你收回来 孙伟就好像一只烏鹰 轰轰声不停地叫 而假梦阿 根本就没有当他一回事 伸出了手 推开孙伟 看着唐强华说 唐总 我原本以为你是一个开明的人 才打算帮你这一次 但是你又不领情 如果你真的信这个孙伟可以医得好你女儿呢 那為什麼你不想想這三年時間 唐小姐為什麼一直都臥床不起呢 喂 你不要在那裡含血噴人 你的意思只是說我不行 酸胃咬牙切齒 納起衣服又想打他 這個時候敲門聲響起 一個穿著大白袍的私人助理就闖進來 喘著大氣就說 唐總 大件事了 小姐她又發病了 什麼 快點帶我過去 唐強說很震驚 我也去 他們把假夢阿調去辦公室 向唐衛魚的病房衝過去 這一刻 唐衛魚就躺在病床上 呼吸非常急速 亦非常虛弱 唐衛魚 你怎麼樣 哪裡不舒服 唐強說一面擔憂地跑到進房間 唐衛魚始終合了雙眼 走著眉頭 捏著拳頭一言不發 唐強說很急 都快要哭出來了 看著孫偉就老愁成怒地罵了 你不是說三年就可以治好他的病了嗎 現在都快四年了 你到底做了些什麼 你到底可以治不治得好的 孫偉心裡邊一挑 當然可以 只要再給我一點點時間 最多半年就好了 還要等半年 孫偉 你當初不是這麼說的 唐強說就兜著尾頭 預計的時間比現實總是有些差距的 那麼多醫生都請過了 這種病很罕見的 老爸 再給我一點時間 你不要這樣稱呼我 你現在還未跟我女兒結婚的 孫偉 我再給你一個星期時間 就算你醫不好 亦都要告訴我病因 說完 唐強說擔憂地看了一眼唐衛魚 嘆了一口氣 離開了房間 孫偉就嚇壞了 他背部就出了一身冷汗 不要說一個星期 就算給他十年時間 他都不清楚唐衛魚 為什麼一直是臥床不起 因為他根本就一蹺不通 他孫偉是誰 地貓流氓一個 在鄉下根本就沒辦法撈下去 在走投無路的時候 才看到唐強說發了一個公告 說誰可以治好他女兒的病 就可以把女兒嫁給他 孫偉一體有機會 反正死馬當活馬醫 就可以碰碰運氣 無數的醫生排隊 出來的全部都是嘆氣 唯獨孫偉 可以令唐衛魚露出笑容 才驚動到唐強華 他的地位也都迅速攀升 成為了準女婿 但是 孫偉就一點都不懂醫術 他隱瞞了唐強華足足三年 都好地地 自從假夢阿來了之後 唐強華的絲水 一下子就有了改變 這一下如果真的暴露了 他的榮華夫貴就離他而去 孫偉現在就好像熱窩上的螞蟻 急到滿頭大汗 事到如今 他就只能夠死馬 繼續當活馬醫了 唐強華走了之後 孫偉也都拿出了紙和筆 瘋狂地在胡思亂想 只為門天過海 這些事 假夢阿一點都不知道 因為他早早就離開了公司 並且開著奔利回到家 假夢阿現在就一點都不急 因為他向來都很穩重 知道欲畜則不達的道理 他堅信 不用等很久 唐強華就會過來 向他討養藥方 那個時候 就是孫偉付出代價的時候 本集已結束 下集更精彩 第九十二集 和平保險 回到家之後 假夢阿先喝了杯水 就在他剛剛想換衣服的時候 妻子突然間就來了通電話 老公 你現在有空嗎 假夢阿想都沒有想 有 你在皮革廠嗎 等我 我現在就來 不等胡善善回答 假夢阿就已經吸了線 推開了門 開著奔利 就向皮革廠的方向開過去 這個時候 胡善善呢 愚愚愚地站在辦公室 聽著電話那一頭 嘟嘟聲的響聲 心裏面就有點顧慮 因為丈夫根本就不讓她說任何事 怎樣啊 她怎麼說啊 有沒有答應啊 什麼風暴免了的葉英武呢 坐在沙發上面也都站在身上 她迫不及待的語氣 看得出她是很緊張的 胡善善呢 零了零頭啊 不知道啊 但是我老公說了 她等會就會到的了 噢 唉 假種泥就可以了 我們只剩下一個星期的時間 這一份合同 必須要找柯總簽了她 聶英武說完 又坐下來 不出聲繼續吸煙 非常之焦慮 什麼聶英武和胡善善口中的柯總呢 就是和平保險的負責人柯尚全 最近柯尚全就想招標 招一個服飾製造商 專為他們的員工製作統一的工作服 和平保險算是省裡面最大的保險了 憑借著柯尚全和唐強華 捆綁銷售的來往呢 柯尚全的公司逐漸發展起身 手底下的銷售地推員 就已經高達6000多人的了 美學服飾 也都憑借著優惠的價格 在眾多的服飾廠裏面脫穎而出 中了這個標 但是呢 在胡善善去簽合同的時候 柯尚全就是因為他開著台小小的電瓶車 覺得很沒面子 並且指責他穿得不講究 所以 導致這個合同就流了標 一個即將到手的大單白白消失了 這些東西又怎麼行呢 所以 胡善善就想到 丈夫那台奔離了 並且想叫他幫這個網 及時就挽回這份合同 15分鐘之後 假夢阿就推開了辦公室的門 就見到丈夫都來了 胡善善呢 有點心花怒放了 就迎了上前 老公 你是不是開車來的 我現在 好需要那輛車 講完這句話的時候 胡善善呢 都有點慚愧了 因為丈夫本來就打算送這台車給他的 他就因為覺得太貴重了 所以就沒有開 假夢阿微微一笑就說了 那台車本身是你的嘛 我就已經停在門口了 胡善善呢 身軀一陣了 既驚喜又感動 他一直整理著辦公桌上面的文件夾 一邊就說了 聶總 麻煩你再跟我走一轉 在柯總重新招標之前 這份訂單 我們一定可以拿到手的 聶應武也都應了一聲 將煙頭就在煙灰缸那裡滅了 就在他起床的時候 假夢阿突然間就伸手攔住了他 聶總 你回風暴面鳥繼續忙你的事 等一會我陪他去就行 聶應武惡了一下 就有點不知所躁了 這個本來就是他的工作範圍 現在假夢阿這樣說 就是被送客了 但是假夢阿呢 話都說到這麼明白了 聶應武也都不太多說什麼 那麼嚇了嚇頭 哦 那我先回去了 言行舉止一氣呵成 胡善善根本就沒有聽到這邊的動靜 直到聶應武關上了辦公室的門 他才損頭地問 聶總為什麼走了 對了 那麼急的 應該有事要處理吧 聽到這麼說 胡善善就有點急了 哎呀 怎麼前沒有事早沒有事 剛好現在有事忙的 這次是最後一次機會的了 如果這個訂單都流標了 下個訂單都不知道幾時才有 如果再沒有營業額和流水帳單 那麼年底的獎金又冷過水的了 如果底下的員工知道了的話 又哀想嘆氣了 那麼假夢阿呢 就覺得又因為又好笑 他走了上前 將妻子的頭髮就撥在耳後面 你真是越來越像個廠長了 人家本來啊就是廠長了嘛 再說啊 為員工謀福利 難道不應該嗎 我陪你去就行了 剛剛好 我最近真是好得閒 假夢阿很溫柔地說 見到丈夫要跟自己一起去 胡善善心裏面 鼻鼻地跳了一下 在大佬有一片空白的同時 他亦都感覺到有一些溫暖了 因為丈夫 無時無刻都是這麼溫暖的 就好像只要他在 就沒事是做不成的 胡善善想了想 剛剛想點頭同意 但是假夢阿呢 已經抓住他的手 就往外走 那胡善善一怕 啊等一會 我還要拿個檔案袋的 那假夢阿 憑了憑另一隻手 我已經幫你拿了啦 胡善善就發呆地轉過頭 看著胸胸如也的辦公台 震驚到一句話都說不出 半個小時後 憑你呢 穩穩陣陣地停在和平保險總公司的門口 如果要說豪車和普通車的最大區別呢 那就是享受的態度不一樣啦 保安庭的保安呢 見到是豪車 客客氣氣地抬起了肝 並且指揮著假夢阿就停進了車位 那就是這個時候 阿上全呢 細裝骨骨夾著公民包 就走出公司大樓 一眼就看到 正在停車的奔利了 那他先是兇了一下 那馬上就很興奮地跑向了車位 那就恭候大家啦 那幾十秒之後 假夢阿和胡善善就開了車門就走下來 那見到是胡善善 阿上全呢 驚訝到下巴都快掉了下來 你學服飾 為什麼是你呢 那胡善善呢抬起了頭 發現是柯尚全 就有點驚慌失措啦 方方張張地找個檔案袋 遞了給柯尚全 柯總呀 不好意思呀 我向我先前的無禮道歉 這一份是美學服裝的投票書和訂單 你方不方便看一看呢 看著胡善善驚驚青青的樣子呢 假夢阿心裏面就有點皺眉了 也都好心痛 因為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 根本就不像兩個老總在那裡傾項目 更加像下屬 往著上司就點頭欺腰 柯尚全並沒有接過檔案袋 也沒有正眼看一下胡善善 而是呢 往車裡面看了一眼假夢阿 跟著好像在那裡確認什麼 將他上上下下都打量了一次 跟著就嘲笑地說了 我以為是什麼新客戶到了 哎呀 居然是你呀 胡總 你不是真的以為租一台車 跟著請一個司機過來 就可以要我收回原話吧 不是呀 這架車不是我租的 胡善善剛剛想解釋 柯尚全就插嘴了 你就在浪費時間 我已經告訴你了 劉彪就是劉彪 你不要只望我收回原話 大家都是大亡人 就不要擔心大家的時間嘛 說完 柯尚全轉身就想走了 就在這個時候 假夢阿就攔住了他 冷冷地說 劉彪的規矩我們都知道 談好了價錢 但又反悔嘛 我也不怪你們 但是你憑什麼 因為胡總 開著台電車過來 以貿取人呢 你在這裡詆毀他的品行 本集已結束 下集更精彩 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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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